听见安慰之声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在传道的知识中 常需安慰与鼓励病痛的人 常需肩负关顾他们的任务 常需切实履行带导的使命 如果这本小书 真能给予些微的抚慰及勇气 在神面前 我就有满足的喜乐 你的弟兄 唐有之 给亲爱的病痛者 与你一同哭泣 一同叹息 有时也会一同破涕而小 在光明中 一同向前迈进 关怀新语 作者唐有之牧师 波音沙龙 听见录制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为您分享的主题是 耶和华医治 经文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亲爱的 你病了 千言万语 都说不完我的焦虑与痛楚 也道不进我的关切与心痛 真是爱莫能助啊 人的言语是多么有限 在监默中 更是无法表达我万分之一的心情 我不如那些医师护士 至少他们可以缓解你短暂的痛苦 可是 他们职业化的应允和承诺 又怎么能够确实地安慰你呢 但是我有可靠的建议 请让我带你到神的面前 因为唯有祂是医治你的 圣经记载说 当时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 逃离维奴之家 他们在旷野漂泊 没有水泉干渴至极 找到的水竟然是苦的 也是不能喝的 于是他们怨声载道 唯有神的仆人摩西专心祈祷 神指使他一棵树 叫他把树扔在水里 苦水就变甜了 可见那里有十字架 就是那棵树的预表 苦的并变为甜的 这是主证明了 他有医治的能力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要诚心地向主祈求 主必垂听 父神啊 在病痛中 需要你的医治与看顾 你有医治的大能 求你伸出恩手 轻轻抚摸 使我的痛楚减退 心中的愁苦 也得着抚平 切求你的安慰 领导我 是我不再埋怨 只有祷告 才可舒展我内心的苦闷 恳求我主格外怜悯 擦干我的眼泪 你的恩典 真是无法形容 我愿深深蒙恩 切切感恩 求主垂听我的恳求 奉主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为您分享的信息是 边伤得医治 经文是以色亚书53章5节 因他受的边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得医治 是因为主为我们受苦 定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担当了罪恶 受到了鞭伤 替代我们受刑 这实在是难以想象 但是却是真实的 原来我们得医治 主为我们付出了 那么重大的代价 我们为疾病所苦害 只感到十分无奈 甚至怨天尤人 向神责问 其实神不仅关切 也付诸行动 我们疼痛 他比我们更疼痛 他情愿自己担当 为了要是我们得到医治 我们真是无法明白主的作为 只知道他痛苦的代价 有多么大的功效 可是我们得着医治 不是药物 不是治疗 而是神奇妙的救恩 神的救恩是我们出死入生 化险为夷 有惊无险 得着医治平安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就是那么奇妙 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这如果不是神奇 还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一起祷告 如果你是真正的诚心 必有无限属灵的意义 神必垂听你的恳求 父神啊 你的孩子诚心在你跟前 不说别的 只说感恩的话 我的言语有限 只剩说不出的感恩与交托 身心神必堪顾于是恩 主啊 我知道你关心顾念我 比我自己更深 你这样舍己为我 我求你增加我的信心 使我坚信不移 医治我 好彰显你恩慈的心意 你这样关顾我 所以我专心仰赖你 求你早早施展医治的大能 全心全意交托 靠住十字架的大爱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为您分享的信息是 软弱得永利 敬文是约二书三章十节 软弱得要说 我有永利 在生命的主面前 我们必然会感到自身的软弱 我们常常感到自己 无力 无力 无助 无能 正是这样的无奈感 驱使我们到主的跟前 求力量与勇气 主时常鼓励我 要因为信靠而自信 要因为仰望而有勇力 这是祷告出来的功效 我们应该常常知取 我知道 如果不开口 就无法充益 如果不到空 就无法满意 如果不付出 就无法得着 这种属灵的原则 必须实现在生活之中 所以我必须有 积极进取的态度 必不叹息自己的无能乏力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常常有勇敢和力量 向前迈进 我常常有勇敢和力量 抵御疾病 我常常有勇敢和力量 不畏艰难 我必常有勇力 忍受病痛 甚至超过各样病症 医下的祷告 是我的默想与祈祷 让我们一起 在耶和华的面前 他必轻耳而听 主耶和华呀 你的大能常常鼓舞我 使我不灰心 不丧胆 虽然我自身感到软弱 但是仍有勇力 绝不气馁 即使有病痛缠身 如汹涌的狂潮 我仍然有勇力 排除万难 抵抗疾病 当我专心仰爱主 主赐我意外的平安 超越的恒人 使我坚持到底 以致百病消除 抵抗力增强 而且痊愈加速 康复 也出于意料之外 于是我更有加倍的勇力 勇往向前 在主面前送赞 他的鸿恩大爱 这样的经验 不是偶发的 而是有充分的明证 足以向人数算主的恩典 见证主的奇妙伟大 高唱救恩的乐歌 患病期间 最需要的是有用力 这样的心理状况 与灵性识况 有治疗的作用 奉主基督 圣明祈祷 阿们 亲眼的朋友 今天我分享的信息是 主发命医治 经文是诗篇107篇20节 他发命医治他们 救他们脱离死亡 亲爱的 恩慈的主 必以他全能的命令 医治你 生命的源头在他 他必掌管生命的一切 主如果不允许 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 虽然他不愿 他的儿女患病 但他许可 因为他有一定的目的 就是为显明他的能力与作为 疾病的医治 仍然在他的全能之内 疾病的原因 有的是自然的 因为人的肉身受限于自然规律 但也有一些是灵界的 那是受撒旦的攻击 好像约伯的案件 神怎么可以任由撒旦 所以他必发命医治他们 他必保全他们的性命 救他们脱离死亡 生命在他里头 这是生命之光 照亮人生的道路 在光与热之培育下 生命只有茁壮 不会衰败 疾病必远离而去 叫信的人 常想健康 以下的祷告 盼望也是你的默想与祈祷 神会侧耳而听 亲爱的主 你是生命之主 在你有绝对的权威 你发出话语造我 救我 医治我 求你发出话语 成就万事 实行极大的能力 赐我健康 赐我健康 主啊 你发出话语 斥责恶者的侵扰 使他在病者身上 毫无作用 主医治的爱 必胜过一切凶恶 所以我们唯独 所以我们唯独仰赖你 主啊 也许是自然的因素 使我肉身无力抗拒 但你有更新的能力 使我的肉身变化而更新 你岂有难成的事吗 所以我深信你的爱 也支取你的能力 使更新的过程 次第进行 你赐给我医治的恩惠 使我除旧更新 脱离死亡 生命旺盛 更加向前 你必按你丰盛的旨意 照我所需的 为我成就 使我更真实的经历转变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奉主耶稣的圣名仰望 阿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为您分享的信息是 南处一天当 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亲爱的 你病了 在病痛的日子 你真是难挨 时间似乎特别虚幻 于是痛苦也就有增无减 这是信心的功课 因为患难生忍耐 忍耐是慢慢磨练才有的 想一想父母多么耐心地教养 父神更有耐心以爱 一直抚摸你 安慰你 神的同在 在平时不大会体验 但是在病患中 就会特别敏感 感到他真的 那么接近 那么真实 愿你伸出无助的手 紧紧地握着他 要全心依靠他 靠近他的胸怀 你会感到安全 安稳 温暖 舒适 这种亲近的感觉 是平时不能享受的 于是病痛成为福分 恩典就格外显多了 在主的怀中 不要想的太多 那只会增加你的忧虑 尤其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你们怎么担当得起呢 而且完全没有必要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是诚心诚意的 必可蒙福 主啊 求你教导我爱惜光阴 珍惜时间 对昨天心存感恩 过去的恩典是主奇妙的作为 使我们在回忆中充满感谢 将来的恩典是主要为我们成就的 必会更加的美善 是我们在期盼中充满兴奋的热望 但是可贵的还是今天 现在的时刻 才是我必须真实应该把握的 主啊 我为今天献上感谢 主啊 我知道 没有昨天的恩惠 哪里会有今天的恩福呢 我也深知 没有今天的努力 就不会有明天的成就 所以求主赐我智慧 使我今天生活有目标 赐我力量 使我今天生活充实 赐我恩典 使我今天生活有意义 我越重视今天 我的生活 必会越有内容 越有价值 奉主的圣名祈求 阿们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为您分享的信息是 不为明天忧 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不要为明天忧虑 亲爱的 病痛已经够你担忧的了 你怎么还会想到明天 顾到未来呢 疾病是你忧心 想到病情的恶化 想到日后化疗的苦楚 担心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大手术 手术之后又能不能忍受长期痛苦的折磨 明天的忧虑实在太多了 你怎么能够承受得住呢 而且还有家人的明天呢 酒病不仅自身受不了 家人的负担也实在太重 谁都会感到难耐厌烦 患病期间又特别敏感 常会注意到家人的神情 明天的忧虑未免太多了 必加重病情 为明天忧虑 虽然是人之常情 但不能得神的悦纳 因为忧虑是不放心 信心太软弱 没有专一信赖神 求神怜悯 常常提醒你 完全交托 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 希望你能够借此默想与祈祷 主啊 你的信实何其广大 你赐给我今天的力量 明天的盼望 这是我生活所需 求主使我有这样的信心 主啊 我要的是力量 能足够应付一天 我的病痛求你疏解 我的软弱求你担当 今天的力量 尚且仰望你的恩惠 又怎么敢担负 明天的忧虑呢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那是无日无知的艰困 我对未来不必挂虑 挂虑也实在无济于事 有的我虽然挂虑 始终没有发生 有的挂虑到了时候 也没有那样严重 以后回想起来 觉得十分幼稚 可笑 求主饶恕 求主宽容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求主教导我 数算今天的日子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为您分享的信息是 平稳又安静 静闻是诗篇一百三十一篇二节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亲爱的 你在病痛中 常常会想的太多 以致那些杂念困扰着你 许多不必要的忧虑 毫无根据的想象 只会使你更加烦恼 更加困扰 其实那些是不必要的 多余的 用不着的 为什么想的那么多呢 你所需要的 不仅仅是身体的修养 也是头脑与心灵的休息 这样 医治才会有功效 精神的消耗 比身体的疲倦更亏损 透支太多 得不偿失 千万要谨慎 你心中盘旋的问题 不会有答案 神为什么允许疾病呢 神为什么不一致呢 难道他没有能力 爱莫能助吗 或者他不关怀 任你受苦 这些可能是重大和测不透的奥秘 是过于我们的理智所能及的 我们只有像断过奶的孩子 不再挣扎 不再挣扎抗拒 围在母亲的怀中 安静下来 下面的祝财于诗篇一百三十一篇 盼望你在默年的时候 像置身西洋 余晖下的深谷 远眺一片清幽晚景 静听远处 晚中敲响 是可栖息的时刻 主啊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不再争吵纠缠 不再挣扎哭闹 只安静下来 在母亲的怀里 知足安歇 主啊 我是多么幼稚无能 只有紧紧靠近此爱的胸怀 我才有依靠 才觉得安全 有了保护 有了堪顾 我的心安静 直到我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求主帮助我 赐我力量 奉主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为你分享的信息是 人事遇患难 经文是月博纪五章七节 人生在世 必遇患难 在人世间 患难是必然的 尤其是疾病 更无法避免 这不仅是自然的现象 也是世界的现实 因为这是一个患难的世界 世界本来就充斥着罪恶与苦难 人无法避免受苦 可见 痛苦是意料中的事 无可否认 也不必惊奇 神赐人高度的适应能力 让我们可以逆来顺手 我们唯有以信心来接受苦难 请不必深究疾病的成因 这是很复杂的 不能千篇一律 也无法举一反三 或许是罪招致的 也可能与罪无关 物质技能日久必衰 人到老弱的时候 疾病就随之而来 这是自然的法则 不能违背 环境污染 病菌猖狂 再加上天灾人火 更助长了疾病为患 我们只有无奈地接受 擅自保重 寻找医疗 仰望父神的怜悯 求神给你恩典 不只是消极忍受 更应该积极奋斗 不让病毒随意侵袭 勇敢应战 就会有奇迹发生 下面的祷告 既做你我的默想 也成为你的祈祷 成为灵修的最好操练方法 恩慈的主啊 你深知我在患难之中 求你搭救我 是苦难远离我 如果你不将患难除去 求你赐我足够的力量 可以经受 足够的恩典可以承受 足够的爱心 可以忍受 主啊 求你的恩典安慰我 是我不要胡思乱想 妄自菲薄 总要振作 不可陷在无主之中 主啊 有你的堪顾 我还有什么忧虑呢 求你怜悯我 我的信心太小 求你宽容饶恕 更新我 使我不灰心 不丧胆 始终专心依靠你 听我的祷告 奉祝耶稣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 我为你分享的信息是 主里有平安 经文是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亲爱的朋友啊 主耶稣坦然承认 世上有苦难 但他也真诚保证 会赐给我们平安 有苦难 必有平安 两者是不可划分 这就成为了我们极大的安危 我们不可以在无奈中忍受苦难 而是应该积极地享受平安 在旧约 平安 平安一词有和谐的含义 苦难不会使我们失调 我们不必慌乱 在基督里 我们有平安 可以逐渐地调和苦难 在流淡出一片柔和的音乐 在和谐中达到完美 完整 就是痊愈 就是健康 这是要经过一番挣扎与调整 使人感受到得胜的喜悦 用唱出感恩的赞歌 苦难未必与平安等量奇观 甚至不成比例 有时候苦难只有一成 平安却有九成 现实与态度同样是不均衡的 我们如果有信心 就必有充足的平安 病痛的现实 就微乎其微了 下面的祷告 你可以跟着我细心向主出声祈求 细心思想 使他成为你制成的祈祷 必然会蒙主垂听 赐平安的主啊 求你赐下平安 使我内心得着安宁 我心思纷乱 意气低沉 时刻在不安之中 我心境繁杂 为病痛所困 无法平静下来 但是你一斥责 脑海中的波浪 不再翻腾 微波的海面 明彻如镜 反映出亮丽的阳光 使我重展 灿烂的笑容 你赐下意外的平安 使我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因为你用笑脸帮助我 求主 常留我在平安之中 奉主的名祈祷 阿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为你分享的信息是 主以圣世界 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圣了世界 人世间有苦难 因为这是罪恶的世界 对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友善 罪恶如果不出去 心中就没有平安可言 所以 我们不免忧心忡忡 常常感到不安 主耶稣却叫我们放心 放心就是不担心 因此 我们应该释怀 放心 有时会翻译为 欢喜快乐 它的原意 有勇敢的含义 因此 我们要放胆 要果敢 鼓足勇气 振作起来 因为主 已经胜了世界 主道成肉身 将士为人 他的使命 就是得胜这个世界 有一次 他叹息着 祈求天父 叫他脱离这时代 但是 他原是为这世代来的 他在十字架上 做殊死的征战 最后 他发出了胜利的凯歌 成了 他胜过世界 胜过罪恶 胜过疾病 所以 我们必须靠他得胜 不怕疾病的侵袭 下面的祷告 也要成为你的祷告 求主 侧耳垂听 主啊 你知道我受疾病的苦害 因为我仍在世上活着 无法避免疾病的苦难 但是我的肉身 虽在世上 我的心灵 却在天上 完全不受困扰 只要我在高天之上 在主的施恩 宝座面前 疾病无法使我低沉 我只有高升 永远享受健康与平安 主啊 如果我可以离世与你同在 那才是好得无比的 我不是想逃离世界 逃避现实 我只想与你多多的亲近 更加的亲近 所以 求主帮助我 使我有胆量 有勇气 肯振作 愿奋斗 靠你夸胜 靠你得胜 这是你的应许 你的保证 我深深相信 完全依靠 忠贞不渝 求你救助 奉救助得胜的圣名 阿们 根本身有胆馆